黑棋的最容易犯的錯誤的一個 唉 那麼走這個 如果白棋退一個 黑棋就可以賣了 這就是剛剛第一個變化 白棋走這個黑棋 把這個字給斷開了 這樣呢 白棋又虧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白棋老闆走這個就可以了 欸潘潘老師 喔我媽我們不是要拍危棋獎座嗎 你在幹嘛 那這個時候 我幫你來一下 我看到這個影片我真的 蛤? 我看到這個很有意思的影片 你來你來 好我來我來我來 我來 等一下等一下 我我 你等我一下 我先考考你一些問題 我跟你講我最近發現了一個 YouTuber的教學影片 非常的有意思 我先考你一些問題 看你怎麼理解這個奇形好不好 來看一下 不是你剛剛在笑什麼啊 反正就是讓我發現一部很有意思的影片 有 有一個維希老師呢 他拍了一個影片 他的影片內容是這樣子的 他說呢現在這個地方啊 當然 黑棋 白棋拖先嘛 那黑棋走了一些棋之後呢 夾攻在這邊 看起來都蠻正常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來考考你喔 白棋近三三嘛 黑棋擋這邊 這都沒有問題 白棋搬 好首先這個地方啊 來 幫幫 你覺得這個地方 黑棋要擋這 還是搬這 這個問題 感覺第一感一定是搬在這啊 因為我覺得切斷它 總是讓這個外面的價值 應該是大於腳上吧 當然這個很乖 是可以先手啦 但是這個先手完 嗯 我是覺得先手完 還不如這個奇切斷可能更有價值一點 OK 我跟你說 以AI的角度來說啊 對 事實上這兩手棋相差非常的細微 這個搬是 微微優勢 但是我們這位拍影片的老師呢 他說不能搬 一定要下這邊 那我不知道他的原因是什麼啦 那不管 我們繼續看下去 因為主題還沒來 主題就是呢 他擋完這邊之後啊 形成了一個像這樣子的定型 然後呢 他說未來 黑棋贊助這手棋很大 但是沒錯 然後呢 白棋很多棋友啊 喜歡跳在這邊 這個可能是一些人的第一感 但是由於這邊棋型的問題 跳這手棋其實是有問題的 然後呢 這位老師就問大家了 這時候黑棋要如何拿捏白棋的棋型 給大家三個選項 翻 脫 或者是 挖 方方你覺得呢 OK 這個我跟你講 其實我在之前的影片裡面啊 我就有拍過這樣的內容 真的假的 所以你這個問題啊 你問對人了 我跟你講 來 我跟你說 這個棋啊是不可以跳的 因為如果跳的話 黑棋啊是有一個非常C的手段 是什麼 就是這個挖 沒錯 對 當白棋啊如果打吃的話 那黑棋呢就可以從這邊 這個惡露夾 對 這惡露夾 就可以直接切斷白棋的結 那白棋如果下這呢 那這樣子的話 黑棋呢就打吃 然後白棋當然只能提嘛 然後咧 這時候黑棋再打吃 好棋 對 因為初棋無解嘛 你不可能跟我打結 欸龐龐老師你很厲害 套起是套起 我跟妳講 拜託 我是誰 好 為什麼我會問你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拍影片的老師呢 他說他下在這邊 蛤 下在這 我跟你說我跟AI跑過 不要看這個兩個差不多啊 他可能是怕打結吧 對 但是問題是 這樣子啊 白棋有時候更猛的 他可以直接跑出來 喔 這樣子 那黑棋就只能 飛接不可 然後白棋 打了之後 OK 跳瘋 這是一種氣質的概念 沒錯 外面白棋會非常非常的厚 這一圖喔 白棋的勝率是完全不掉的 雖然腳被吃掉 但完全不吃虧 跟這樣子 直接黑棋吃在這個位置 勝率大概差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像他非常巨大 差這麼多啊 對 所以這個地方要吃在這個位置 OK 這是第一個 到這邊都是小問題 其實還好 後面有更多更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個 這個地方啊 先講這首班 寶寶老師 既然正確答案是挖 因為班肯定不好嗎 你知道這個班為什麼不好嗎 因為白棋肯定還是先吃再說 沒錯 對啊 黑棋這個時候啊 我們這位老師呢 竟然說啊 吃掉 白不好 蛤 因為他以為這樣子 氣質作戰 這個當然是想得到的一圖啦 這個氣質作戰 變成這個樣子 好 下成這樣 這位老師 他說 黑棋大好 幫幫老師怎麼看 這樣子的圖怎麼可能會黑棋大好 首先第一個 這個白棋先鮭甲提現不說 這個目數很大嘛 對不對 第二是什麼 白棋先手 對 而且再來第三個 也就是什麼勒 就是這個外圍啊 沒有你想像這麼厚 以後這個棋我是有可能斷掉的 對 甚至 我從外面點一個 如果你只能黏的話 那這兩下肯定是白棋得分了 白棋大轉 對白棋得分了 所以這個當然我覺得一定是白好啊 沒錯 所以那個影片老師是說 黑大好 他覺得黑很厚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黑棋連住之後 黑棋在這個局部喔 多下了四手棋 多下四手棋差這個樣子 ok ok 好 所以呢 散到這邊啦 我跟各位說 白棋勝利叫做98% 結果他是會黑大好 ok 我們再倒對一下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有意思的是什麼 有意思的是呢 他說啊 當黑棋搬的時候 白棋應該夾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這個棋怎麼可能夾啊 那這個棋等於是接 然後度 然後這個底下 欸這個底下太慘了吧 這底下以後可以提鋪 提 在一般 打結 打結的接不歸 打結的接不歸 然後再來就是 你沒眼欸 這個一跳起來整塊是不活 整塊是不活欸 這邊還留一個蛙的味道 還留一個蛙的味道 雖然我是後手 但是這個棋白棋太慘了啦 對 所以呢 這邊是一個 都有人考慮夾啦 這邊是一個什麼 心電圖的概念 媽媽 ok 心電圖就 對 黑棋搬 先大跌 大概40%吧 然後白棋不斷 白棋把我來夾 又跌40% 上下波動非常的劇烈啦 他快斷氣了吧 所以這個是 他竟然說白棋要夾 好 我們再看接下來 這個更爆笑 拖 當然這手棋看起來蠻犀利的 但是依然喔 沒有挖厲害 因為白棋可以下拿 來幫幫老師靠靠命 這個棋可以下拿 白棋可以下拿 白棋當然肯定是吃掉啦 對 白棋吃掉嘛 然後黑棋只能斷 那我再把它吃掉 好 跟剛才那一圖呢 有一點點的類似 有一點點的類似 然後白棋爬一個 對對對 大概就這樣子 那這一圖呢 白棋的型 所以這圖的棋 勝率我記得沒有到90幾 大概80幾 白棋還是怎麼樣 大賺 所以拖這首棋呢 是不好的 可是 精神的地方來了 我們 這位拍影片的老師呢 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時候啊 白棋不能頂 沒錯 白棋不能頂 為什麼不能頂呢 因為黑棋有這個退 白棋直接退 白棋一接 黑棋一跳 白棋依然沒活嘛 這局部依然是沒有活 對 這一圖的勝率呢 50%50% 拖有問題 退也有問題 各50% 各打50大板 可是呢 我們這位老師很有意思 他說 白棋不能退 因為黑棋可以斷進去還原 OK 直接斷還原 他說可以斷進去還原成這一圖 喔 那這樣 成這一圖 白棋大賺 大賺 所以他給這個棋 他當作送菜的意思 對 所以這圖 當然是要退出來啊 退出來雙方根據地的要點 白棋一接 還沒活嘛 你看其實這邊有一點點的根據地嘛 至少一個眼位 這一圖退出來是 肯定的下法嘛 不過結論就是呢 這個老師說我們不能 不能下這個 因為黑棋會鋪進去 好 他說正潔應該下哪裡 他說正潔要下這邊 正潔 然後黑棋退 然後白棋上接這樣嗎 對 他說這個是正潔 OK 所以這個呢又是一個超級心電圖 你知道嗎 拖這首棋掉30% 30% 對 頂這首棋 再掉30% 然後呢 喔 重點是什麼 他說頂這個是好棋 因為棋會斷 然後白棋把它 再把它吃掉 所以 我也想不下去了 所以斷這首棋 大概又掉30% OK 所以這個是 就是 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個 在聲率上面是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兜兜兜兜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笑得那麼開心 你知道嗎 原來如此 好啦 難怪我剛剛看你這個 我們要拍圍棋講座的影片 結果你在那邊笑 笑了老半天 我想說到底在笑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 就是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看現在 拍圍棋的YouTube 比以前多很多耶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對啊 雨後春筍 因為其實後來 B站的那些 就是大陸的Bilibili 跟YouTube是一樣的語音平台 那現在就是說 那邊原本拍圍棋影片的人 那些老師啊 他們也轉戰到YouTube上了 是齁 對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以前 早期拍圍棋YouTube的這些 YouTuber啊 他們現在拍的流量都低很多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還好耶其實 OK 反正我就是有就看 反正你都不認真就對了 還蠻認真的吧 OKOK 對 所以這東西當然也讓我去思考 這到底中間有沒有什麼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可能現在因為YouTube太多了 所以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被吸濕掉了啦 那只是說這些 拍圍棋這些YouTube老師啊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說推廣圍棋 我覺得都很好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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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個 內容的部分啊 對 呃 我們不敢講說我們多厲害 只是說我們在拍教學影片之前啊 我們都可以很負責跟大家講說 我們其實都是會用AI去跑一下 去研究一下 對去研究一下 至少做一下功課 至少我們拍出來的內容啊 不敢說是百分之百一定對 嗯 但至少我覺得八九十應該有啦 沒錯 至少我們是花時間去準備 對 因為差那十二十是因為我們AI可能等級沒有很高啦 電腦沒有很強 電腦沒有很強 有時候時間關係 那個跑的變化也沒有跑得太久啦 沒錯 因為有時候你跑30秒跟跑30分鐘就有差 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是有認真在去研究這個變化 沒錯 我覺得啦 大家也不要去問我們說 那個是哪一位YouTuber拍的 我們也不會講啦 其實我覺得 畢竟人家也是靠這個吃飯的 對 我相信啦 對 對啊 那我們這樣拆人家台也不太好吧 你今天笑那麼開心 對不對 你是不是應該跟他道歉一下 呃 老師不好意思 對於這個你自己怎麼想 其實我看完這個影片喔 我前兩天齊樂園的粉絲團有發一篇文章 就是 這位 這位 影片創作者 這位老師 怎麼樣 他一天可以發三支影片 我靠 一天發三支影片 這麼認真 就是一個題目 一個局部 就是可以一直發 那 你知道我拍一支影片要花多少時間嗎 我知道你很久 我看過你剪影片 對啊 我跟你講我們拍影片是這樣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是用兩機在拍影片 對 對 因為其實是為了收音方便 為了讓收音更清楚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就用雙機模式 那剪輯上 其實大家不要看這個好像 沒什麼 沒什麼 功夫耶 其實花很多時間 所以你說一天拍三支影片 哇 那我覺得是 我完全無法想像耶 而且 而且重點是流量還不低 OK 流量多多少 像他這一個影片 我記得也是破千啦 破千 因為他訂閱是三千多嘛 欸你這樣就轉出來 喔 對不起 反正流量也不少 而且他量又這麼大 所以 其實對我來說 我當然是 怎麼講呢 我會覺得 我們要經得起誘惑 OK 就是雖然他這個東西 坦白說啦 如果以實質效益 會比我們這麼認真來拍 花時間準備剪輯來得更高 以流量啊 來說的話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我要堅持住那一份初心 我要就是要呈現 我的最好的一面給大家看 而不是好像我好像一個地方 差不多啦 然後我就一直拍一直拍 然後就丟上來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我要堅持住那一份拍片的初心 其實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自己其樂園也是初衷 當然那時候是為了就是希望說可以讓大家看到圍棋更不同的一面 所以那時候就會想了很多的一些橋段 然後甚至讓他可以更娛樂一點 對 那其實到後來到最近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感受到我們最近的影片的模式 變得比較純教學了 對 我們慢慢的走向一個純教學 專業的教學 因為其實也不怕大家知道 其實應該這樣說啦 我們其實花那麼多心思在這上 總是希望有一些 會可以反映在數字上 對會反映在數字上 應該這樣講就是 我們也要生活啦 其實我們的本業就是圍棋老師 我們就是靠圍棋在生活的 所以說 後來我們的教學影片呢 慢慢的也去走向比較更專業的教學 其實也是希望說對我們自己本身的招生 或者說我們自己的像頻道會員啊 像這些 也可以有一些不錯的反應 或是不錯的一些收入 因為 畢竟你光靠熱情 你說可以堅持多久啊 對不對 是沒辦法 對我們除非哪一天我們中樂透 我跟你講中樂透 我跟你講我就 只要學威琪都全部撒一千萬給他 全部免費 全部都免費 好 所以其實像現在很多威小師 像很多威琪Youtuber 可能他們就是以量取勝 對 那這個我覺得也很強 如果他今天做的內容是好的 我覺得很強 對 但是今天我看潘老師笑得很開心 呵呵 那我們也不要以偏概全啦 搞不好只有 對不對 對 還是以後我們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這個系列有沒有 我們不要這樣圍棋講座了啦 早茶系列 我們就是早茶系列 大家來早茶 這樣有沒有厲害 有啦好啦 不過坦白說今天這個是 我看過最離譜的啦 OKOK 好啦好啦 娛樂歸娛樂 我們正式還是得做 知道嗎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每個月 都會出四支會員影片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準備一下 拍一下那個會員影片啦 好啦好啦 趕快來拍片吧 趕快來拍片 大家記得喔 這首棋要挖 好啊 對於這個局部的最佳解法是要挖啦 好不好 這邊潘老師不好意思 我跟你透露一下 其實我之前有拍過的影片 是什麼 我那時候是講說這個期要下來這 喔 但是我要先在這邊 透過這個影片跟大家澄清一下 好不好 現在這個局部其實最佳正解是要撞這個 對 然後黑棋長的時候呢 白棋再搬一個 搬一個 或者有可能會跳 對或是跳 看配置 我那時候的影片是講說要出頭啦 我那時候其實也有點小 好啦 我也承認一下 我也是講錯 我那時候是說要病 因為那時候我是說要出頭 要往外嘛 但至少不會被切斷 對不會被切斷 OK 好啦所以這個呢 再次跟大家講這期要病 這樣OK嗎 好啦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影片就到這邊啦 因為我們今天還有很多正式要做啦 好不好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好那下次再見吧 掰掰